这个其实已经小部分,开始可以开始了,好,搜寻喜惊一色,塞上不是几色,然后我还不知道三个牛怎么练,就练奔是吧,对,就跟奔跑的奔,那我以前知道,我只不过没记住了,三个水,三个土之类的都看不懂了,贵人多王室,所以怎么称呼你,你就怎么称呼我,名字叫王奔,就叫王奔,对,可以,那我就叫修克罗,是我的电台的, 叫什么,修克罗,修克罗,怎么写,这不是我真名吧,当然不是我真名,我随便起了,就修起了修,然后克罗地亚的克,姓罗的罗,罗马尼亚的,对,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修克连着的一个词,其实不是,不是,其实是我把三个人的名字各取了一个字,然后合在了一起,我很喜欢三个人的名字,修莫伯克施赛罗, 非常装逼,都觉得很装逼,对不对,让你这样问到了,我都不谈嘛,对对对,然后非常荣幸请到了今天一位著名的派言学家,夏亮,对对对,然后奔奔同学,奔奔同学,其实之前我是,你是主动家的我是吧,对,我还是主动家,对对,我忘了,忘了,在SOMET上,对对对,而且特别有缘,我现在特别感谢这个平台, 因为我来到SOMET之后,好多人主动家我,对对对,都很有表达语,对对对对,但是,而且特别的是,就是有一个那个,成熟的,然后一个男生来家我,这个是更喜欢的一个事情,比较特别,对对对,你好,这是你的吧,应该,对,这个是那个什么木瓜那个,对对对对,看着像有多样子,小心点, 对对对对,比较性感的这个紫红色,对对对对,鲜艳的东西一般都都有毒嘛,对吧,所以就是一般女生比较鲜艳,我就不愿意跟女生聊,对吧,我觉得你衣服跟那个颜色挺搭的,我比较鲜艳,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那个王奔同学来家我就特别开心嘛,然后之前我们一直是因为,好几个礼拜之前了,一直商量那个事,一张彼此没有时间,对对对对,你对,各忙各的事呗,对对对对,其实也不怎么忙,我现在失业忙,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刚才上个礼拜是因为大家都看了第九天长,王小圈的第九天长这个片子,对,然后我们就先聊聊,想聊了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之前很少跟人聊电影,我自己是个电影,我看电影很多,然后很喜欢看电影,但是我不擅长聊这个,其实说实在的,对对对对,但是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嘛,对对对对,其实我当初一想你要聊电影,我觉得找谁聊都行,因为 因为所有人都是看电影,所有人都听歌,这是大众最普及的一种娱乐方式,然后我觉得我聊的话,就怕这个,就跟大家聊的比较相似,但是实际,我真看完这部影片,我发现,我就特别附黑,聊出来这些东西,可以,我特别喜欢听这种东西,都什么心理啊,我看来说,可能我看的比较单纯啊,我看就没看出来什么很特别的东西,也是跟就是大家,跟普通人一样,你觉得, 这个家庭有点,有点,有点,有点惨,然后,他那个男主角挺隐忍的,嗯,我只能看出这些东西,然后再,再有就是,大,大,大制度下的,制度,制度的,那个,一些,对人的一些,那个改变嘛,这些东西,你是怎么看这个片子的,嗯,首先,首先,首先,我们先,嗯,嗯,整体打个分,要不,我可能会给这样,五颗星的话,我会打,四星半,甚至五星的程度,嗯,我会比较高,嗯,我应该是三分,嗯,哎,那还好吧,那还好吧,那还好吧,那这有了,那这有了, 那所以,你怎么看那个片子,嗯,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之前,就是看一些小众影片,然后呢,学过一些摄影,嗯,然后呢,自己也拍一些小短片,嗯,所以呢,就是从技术角度的话,来说,就是略知皮毛,因为自己搞嘛,不像那种大制作,就是,嗯,但是,从所有的这个,从这个影片开始,啊,从他的这个剧本创作呀,然后,到你找演员啊,这个,浮华道啊, 声音,摄像,反正这一系列的,后期什么,就是,嗯,从技术角度的话,就是,了解一些,但是有时就,聊,聊多了吧,这几年,反正也就不太愿意去聊这个,我就觉得,影片到最后,到底给了我什么样的反思,嗯,嗯,还是从这个情感上打分,情感上打分,所以我给的是三分,为什么说,比较腹黑,哈,就是,影片确实不错,就是,从他的技术角度创作,包括演员的这个,呃,表演的这个,呃, 能力,他会带动你整个情绪,去发,推动这个故事去发展,嗯,但是,情,为什么是三分,嗯,原因呢,就是,首先呢,我,我对这个情感,不管是,家庭的情感,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嗯,还是对,朋友,比如说,他跟他的这个,呃,等于他的邻居,就,好哥们那一家,嘛,对,对,对,好哥们那一家,他们之间这种情感,对于我来说,我就比较疏离,嗯,我整个情, 呃,我,我,我当时生活的家庭,就是,一直还是相处很和谐和睦的,但是可能也是跟近些年的经历有关系,所以我就是对这个,就失去孩子,所得到的那种痛苦,就是没有那么感同身上,我不喜欢孩子,嗯,然后呢,对朋友,嗯,说实话也是,就是,也有十多年的好哥们,嗯,然后呢,慢慢的有些,大家也疏离了,就我个人,亲身经历也疏离了,其实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多可悲伤的, 哦,对于我来说只是,人跟人只是一个过客,就是,任何人只能陪任何人一段时间,你的父母可能就是陪你前半生,啊,你朋友可能是从你发小开始,嗯,也可能就是从你工作之后开始,嗯,你的爱人也只能是你的这个后半生,嗯,或者中间你要换很多爱人,对吧,嗯,然后我觉得这种感情呢,就是说你在一起的时候挺珍惜的就行了,失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悲伤,对于我来说,哦, 哦,就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我也不希望今天就聊技术东西啊,我们就聊感情上的东西,其实他就是感情上没打动你,对,对,他就比如说这个男主角,那个你也好,你也好,其实他们在感情上,他们的生活习惯跟形式方式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对,就是我不能说他不好,就是跟我不一样,对,跟你一样,所以没有同频嘛,没有同频,你说让我怎么去,去感同身受什么的,对,我觉得孩子死了就死了,对,对于我来说, 就很解放的一样,就无所谓,对,啊,我,我好像跟你有类似的想法,就虽然我很喜欢这个片子一样,被他们感动,但是我曾经也无数次设想过,因为这个事,孩子死了,孩子这个事又不是咱第一次遇到,很多其他文艺作品也有嘛,嗯,我曾经设想过,假如说我将来有很多,有了孩子之后,假如他出了什么事,嗯,那我是那种,也是哭天呛地,四线裂废的,嗯,还是说就是随风而是,而是无所谓,嗯,我可能倾向于后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嗯,对,我,我这么多年,我一直 好像是有这样一种态度,我也觉得就是,毕竟他,其实我蛮想追求就是独立的个人的精神嘛,嗯,就是我跟我父母是独立的,嗯,同样我跟我孩子为什么不独立呢,嗯,肯定也是独立的嘛,嗯,对吧,尽管是我看着他长大,但是他比如说,那就该找,比如说,就算是,也许是我的失误,比如说某一天上学没,没牵着他,导致他,他被车撞死了,嗯,或者是他自己说,我看不住我,他自己跑出去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去水库被淹死了,嗯,那总而言之是他, 他自己选的嘛,嗯,对吧,就是逃不过去,就是这事好像是,在我看来是一种,接近于不可抗力,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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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赶上了你就认了,对,就是上天这个掉下包时,你也得接着,生活就这种回事,对,对,对,你还得过你的日子,对,然后你还得继续你的生活,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就介于已经过往的事情,所以,确实有点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但是如果我,我另一个角度想啊,就是,那可能是,是否是因为我跟我孩子感情不亲呢,就我从来就没把我孩子,虽然我没有孩子嘛, 对不对,但是有可能是我认为我的孩子,跟我就,还有一定隔膜,嗯,那假如换句话,假如说,呃,是我的父母,嗯,或者是我老婆,嗯,出来这事,我可能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嗯,可能就是我先天的,就认为父母跟老婆,他是跟我更近那一层的,孩子就不是,有可能是这样,对,有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排列,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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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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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这个,所以你说从那个年代他来演这个影片,反正给我感觉就是我父母对我也是同样的一种依恋,就是我要有什么意外什么的,家里肯定也有个疯了似的,肯定是这种状况,我就能想象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也属于一个阶段性的悲伤呢,也就是一阵子,嗯,我觉得还是生活还得往前看,继续往前走,你还是要尽量的去选择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去独立疏离,然后呢, 到最后其实自己这么多年活得也挺悲观的,嗯,也没有太多希望,然后就,但是这也是他们的选择嘛,因为他们心重嘛,他们心重,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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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这是对于他们来说特别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国从这个空间社会开始,就是大家对这个死亡的态度一直相对比较封闭一些,应该我觉得跟这个也有一定关系,我现在反正是,你看我同时这个行业就是被所被很多人 认为是高位运动,所以你在这个行业里多多少少,你也会遇见过一些出事的啊,一些可能你听说过的人,甚至你就在你身边的一个同行业的人,或者一起相处工作的人,嗯,他可能就有过各种各样的意外,就是,或者他,他的朋友什么的,很亲近的人,就死了就死了, 然后,大家也无非就是网上说一下,发个朋友圈,然后,你该玩的开心,你还得玩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常态,而不是说我不应该是去鄙视说,我好像人都死了,你还在玩这么高兴,我操,那死了那怎么办,我死了,他该交新的男朋友,交亲的男朋友,就这种感觉是的,对对,这都是正常,所有的事情都,都是就是,死亡只是就是说一部分,只是生活中一部分, 别人的死亡不应该影响到你太多的,对,那我们看那个电影里面,这个男主角女主角,那个的夫妻俩,他们是否说,在你看来,他们俩是否就是,比如说人性当中,他们俩存在缺点,或者说缺陷,就是先天的一些弱点,就是说难以走出来,这是否是他们比如说阻碍他们人生,取得幸福快乐的一个根本原因,有可能这个是根本原因,而不是那个儿子的死是根本原因,就是可能,就是假如说一个性格相对于不一样的人, 我就,主观上说,我认为他们俩的性格可能就不够完善,可能先天就有缺陷,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完善的性格,就应该学会坦然接受这些那个偶然性事件,那他俩可能就没有这样成熟完善的性格了,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就是,世界本身是多元的,我们接受多元的,我们看到了这些情况,就是所谓他本身可能相对悲观,有些人呢,就是说,什么就是你刚才所谓幸福这个词,我当时是这么理解, 一个人呢,就是,单身的时候,有些人呢,也很幸福,他结婚了,他也幸福,他离婚了,他还幸福,就是,该幸福的人,他一直幸福,就算你给他搁到集中营里,所有人都悲观,可能他还是其中最幸福的那一个,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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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境遇, 有一定关系,但是跟心境是更大的关系,所以呢,我,我当看到这个男女主角,这个,他们,这个不幸,我也能接受,就是,大部分人,他就是这么悲观,然后呢, 我只是知道,我该选择,我得成为,就算我扔到集中营里,监狱里,我也得是保持希望,尽量乐观的那种状态,对,对,我,所以对我的人生,这个感悟,也就是,发现没有改变,所以我看完这部影片,没太多收获,对,对,我该怎么活,还得怎么活,对, 你刚才也说,就是,其实,你是也认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其实是获得幸福能力,没那么强的人,对,我觉得是,就是,我们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 我们大部分人,我们现在在这个华帽里面,大部分人就是西装革履,然后做着一份正常的工作,早九晚五,或者,早九晚六,或者甚至早九晚十二,对吧,这就是他的生活, 然后你让他休息的时候,他干什么,他也,也就是,不知道干什么,或者宅一下,或者,就是,洗洗衣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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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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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出去玩, 我累了,一,一星期了,我要休息,对,就是,大部分人我觉得就是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就,就,就没有太,太多有意思, 然后,好多人,就是,就是,一些消消费方式,就,他的是,一些消费方式导致他能够获得快感吧,嗯,所以说,我得跟哥们戳一顿,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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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去酒吧, 喝点,然后,然后呢,这个,吹着牛逼什么的,这就是他获得快感的,一个最,最普通的一种方式吧,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啊,天吹牛逼这么胃疼,就是,也没什么意思,觉得,对,就是,你说过的话,我,我,我原来也,也这么吹了, 然后,现在觉得,我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挺没意义的,对,然后呢,就觉得,呃,有时候是晒旅游什么的,其实,他们旅游的时候,一点也不,不幸福,嗯, 他们只是晒出来,其实,他们可孤单的,我跟你说吧,那天,一人倒是瞎屁晃的,对,特别没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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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觉得,嗯,就是,你看明白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个社会常态是什么样的,你就尽量选择,让你舒心的一种方式,嗯,对, 哎,那你说,就是,他们其实是,就承受了一个巨大的灾痛,吗,就是,但是,当然,每个人就承受灾痛的方式不一样,就是,但是说,哦,我们回到,就稍微岔开一个话题,就回到另一个话题, 就是说,就是,就是,就是,这个,灾痛的,那个,那个,示娱者,嗯,就可能是,那个,他们好朋友那一家和他那家的孩子,嗯,也可能是一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制度,嗯,就是,面对这样一个,那个,我是被,我是承受伤害的人,嗯,那我面对伤害我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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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嗯,我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嗯, 嗯,首先,我,我,就是,你要说广直,光影片来说,啊,就是,就是,它只是,其实是一次意外,嘛,等于,就是,就俩小孩玩去了,我觉得,像这种意外性伤害,虽然我是这个承受方,但是呢,我就,很能理解,能理解了,就是,你了解了,知道了,就能释然了,嗯,嗯,其实,他们,说到底,他们呢,也是了解了,知道了,就是说,也知道,就是,俩小孩玩嘛,就出事了,但我插一下, 但是他这个伤害不是一次性的 就包括后来让女主角流产 然后导致以后不能生育了 这也是更进一步的伤害 就假如说因为刘星星死了之后 如果女主角还能再生个孩子 他们就没这么大的难过 对吧 对 所以这个伤害不只是水库那一次 包括计划生育对他们也是伤害 对 反正这个事情确实是 命运确实就感觉 怎么就都冲着我一人来 怎么我就那么悲 是挺无奈的 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能感觉到 确实是就是挺无奈的 因为他喜欢孩子 对 所以当时说实话 你提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比我深刻一层 因为我当时就没太考虑这些问题 就是我的态度都是 要那么什么孩子 反正我讨论孩子 这个是一回事 我们都调解好自己的心理状态 对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伤害我们的人 所以这个人可能是 这个人也可能是这个国家这个制度 我们应该去仇恨他 还是应该就坦然释怀他 还是说我既不仇恨也不释怀 而是像那男主角一样 就让时间改变一切 冲刷一切 最后他也不得不释怀了 因为那个女主角死了 不是那个女主角 是那个 那个继承委 那个主任死了 对不对 那个死了 然后让时间 就是过了这么年 他也 你觉得你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 其实内心都有一个小英雄 就是说草子怎么着 他都报复 草子怎么着 多牛逼 就跟那个江文当时演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下雨那篇那是吧 羊毛才爱好玩似的 他就受欺负了 就是回家自己照着镜子 戳着大嘴的 什么局里泡里的乱七八糟的 他就是都会有一个没用释放 因为你说白了 就是因为你的就是王小帅说 那个人之所以痛苦 就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其实究竟根本原因就是无能 所以你的力量不足以去改变 就去伤害你的伤害方 对吧 就是你是受害者 然后呢 你又他妈干不过人家 那你说怎么办 就跟辣条大家伙 或者是群体厂上 那你又干不过人家 你只能是心里他这个 找一个发泄渠道 然后慢慢的你确实 你只能去就就就就释怀 那好像我们看这个男主角 没发泄出来 他找不到发泄渠道 嗯 你看他这个 我觉得就是像这些 比如说我们去 就好多人叫叫什么呀 这个愤青啊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 假如说受到的国家 或者某某场面的 一种压力的时候 其实他就愿意说嘛 政府这儿不好 那儿当然怎么着的 嗯 我我后来啊 我觉得到那个年龄段 青春期的时候 都会这么说去讲 然后后来呢 我现在 我发现什么呢 我同龄人啊 还他们的有好多 还讲这些东西 还愤青呢 我觉得愈青热血挺好 但是不是我想要的方式 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觉得 嗯 就是你你讲这些东西啊 确实阻碍了你就是 玩的时间 就是你有这功夫啊 你就找点有意思的事玩玩 转移转移注意力 还是 你改变不了世界 也许这个就他们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对 也许这个就他们玩在其中 对 你就改变不了这个 世界 你只 你只能说 做好你自己 改变你周围的小世界 就是你觉得 突然间有一天 你发现他 这社会也挺好了 其实社会没怎么变 你只是说 你玩的高兴了 所以你身边朋友 也是这帮玩的人 所以你觉得 好像你这小圈 你觉得社会挺好的 其实社会上 该他们发生什么事 还发生什么事 该砍人还砍人 对 该爆炸还爆炸 对对对 该什么校长事件 还是校长事件 对 但是你要是 不去这么改变的 你就自己 还是现在这之中的 你就天天看的 都是那些什么 是砍人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大多数人是 无力改变 对 不只有改变世界 就是连自身的周围 也无力改变 对 甚至连他们自己 也无力改变 其实最难的就改变 你要改变了自己 其实你周围就在改变 因为你的 娱乐项目变了 你身边的人也变了 对 我不想跟家的老板工作 那我就对吧 我要么就是去提高能力 去换一个别的公司 就能这样 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看你的取舍吧 就是反正人生往后 我觉得有舍有得 大部分人可能就是追求 就是我就是上面要高薪 那可能那你就是现在 就现在这根筋理 就是他妈难受 就是怎么着 就得这么高薪 但我身边也有朋友 他挣的是挺多 他确实一身病 他就各种不良生活 习惯所知吧 那也没办法 工作压力大 这个心理压力也大 这个我觉得反正人就活一辈子 他选择这样方式 是他的命运 但是我不想这么选 那我再问一个具体问题 就是有的选的时候 你怎么选 就是比如说 记得那个就是 那个浩浩他爸 就是就在影片回忆的时候 就很后来的时候 浩浩他爸就拿了一把菜刀 然后去到那个男主角他家 说你把这小的砍了 他意思就是说 我儿子把你儿子害死了 你给你把菜刀 你把我儿子砍死 我不再怪你 你来出气 然后这显然我们都知道 这是他们是演戏 怎么可能 就真的让人 把自己儿子砍死 显然是这样的 但是男主角呢 他当时就是非常大度 就是说 你这事 你不能怪浩 孩子 你大约我千万不要 以后再跟浩浩提这事 只要活儿就永远不要说 对 然后如果说你遇到这么情况 就是你有机会做一些 但是男主角的那种反应 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反应 典型的 我知道你在表演 但是我也要配合你的表演 就好像过年收合班 就推让点成了中国的礼教 一直是这样的 礼教 对吧 对吧 但是你会怎么选 你也会遵从礼教 还是说当时 你他妈就是 你不管是卡了他也好 还是做一些出格举动也好 你会就是改变这个 你会让自己发泄出来 我应该是跟男主角 没有太大区别 就是还是这样 就是顺着说吧 就是说白了 就是说 我就是听你吹牛逼 我胃疼 但是呢 我他妈也没辙 对 还是这样 对 那我就听着呗 然后大家就是怎么说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但是呢 没必要去商面 就是还是一个外援内方的一种态度 就是我有我的性格 但是我没必要去 去 好像去 就是所有东西 我都要有能有脚 要表达我自己 对 就是对 大家就是都过得去 就是这样 那我跟你不一样 我这点 我可能我越长大 越倾向于他妈的那个 该干啥就干啥 我不遵守礼教和规则 我更倾向于这样 对 挺好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过年亲戚案例 说你应该走起亲戚串门 但假如是这个亲戚朋友 我不喜欢 我他们就不去 电话我都不打 我现在就这样的事了 对 我小时候还会尊崇 爸爸的意思 说你跟人打个招呼 我现在他们 我他们讨厌你 我就不能啥 真是挺好的 咱们说这个 我爷爷奶听不见 对 对 其实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像现在 我其实也在思考这问题 我头两年 给我爷爷奶奶 因为就是 爷爷奶奶是在河南 我在北京 然后从小 每年就见一次面 就是过节的时候回去 然后近几年 自己就有独立思想了 然后又独立自主 能力了 也有 然后就不太 想不打电话 就不打电话 可能半年打一次电话 就这样 然后 中间也有 可能一两年 就不回去了 不想回就不回 这段时间 等于又开始联系上了 等于 有时候也不想打 但是有时候 想想就是 生活不妥协的事 他妈太多了 就这事 妥协一下就妥协一下 一个礼拜 一想打电话 就是那个 吃了吗 然后没话找话 在那边下雨了吗 后来一想 我操 这他妈冬天了 别下雨了 就是这意思的 有时候也是想 生活中 可能我一万二十四小时 除了八小时睡觉 其他时间可能大部分时间挺乐的 但一礼拜抽出一分半钟 然后瞎逼谈 应酬应酬 对应酬应酬 就是说也算是 就是生活 你再怎么想要 完全自己都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你肯定有一部分东西 只是你选择是哪部分愿意去妥协 对 就是你觉得 尽量是在自己 就是不太影响你情绪 太大波动的情况下 就是妥协一些东西 还是 是这样 有些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妥协 像红包什么的 我是从来不会去抢红包的一个人 就是在群里 这事 特别大你也不会抢 但你抢之前你不让他大小 我是根本就不抢 就是我一点不关心这事 从红包出现那天 我就不关心这事 就是每个人对同样事物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对于别人来说 就是一个娱乐玩 然后你开心 大家觉得无伤大雅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红包包 就是说我觉得不知廉耻 而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一个手心朝上的事 就是无异于你跪在大街上向人祈祷 而是你有工作能力 你要不缺胳膊不缺的 所以就对每个人的定义也不一样 我尊重别人去抢 人家就觉得我玩 我们就家里人或者朋友自己转 有的我愿意抢同事的 或者我就愿意抢 谁让你他妈妈 你傻逼的 对我讲 好多人是出这种心理 对吧 你真是打黄干嘛 对对对 你也发现我愿意抢 对对对 所以每个人 他觉得是这种娱乐方式 但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有关细节 所以都是定义不一样 所以我可能就是在这点上 就特别坚持 我就永远不会去想 然后有些人还跟我说 然后他那个 因为我也是有商业 对我在拍眼馆 然后然后群主发一个什么的 我就不发 我就不妥协 对吧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他妈不赚你钱了 我不发这些东西 对我没意义 对 然后我就不愿意 扔给丑心肠上的人 我觉得你还没气息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所以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但是你没必要 就是说见谁说这事 是吧 你只是坚持你这个事情 你觉得你有这么一个假清高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它肯定是源于你内心的一个动机 也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你说白了 它真的无伤大眼 但是却有关你个人的内心的立场 就是这么个事 这个事我一开始可能跟你有点接近 后来我发现他们不行 因为可能你没在那种公司工作过 我们公司就是那过年期间 就老板会在那个群里面发同胞 那你觉得很大的话我肯定要抢 对对对 然后你还有心理 还要骂一下 全是啥 我知道他会发很大 老板不可能发小红包 那我就肯定会抢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人就是妥协 有时候就是看你是不是在你范围内的 被利用了 我是被利用了 对 很正常 说实话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穷 然后圈子没有那么在你那么有钱 所以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动员 你一直搞开眼 你就没有在那种公司里面 可能没有公司的环境 我觉得你很重要 对也是这些环境促使 我就不参与这些东西 就包括我们有时候也接商业的一些 就是团队啊 或者品牌啊什么的 我好多时候就是 怎么说 钱对于我来说够了就行了 我对这就是我的追求 对金钱上追求 比一般人大很多 所以我就无所谓 就是说你给了我这些钱 也是他妈哥的各道银行账户上 我一天还是花这么多钱 够我玩的就够了 就行了 就不太 当然了你说这个钱 是真的无限多的时候 人都会改变 这个我承认 但是主要是没机会 我也不愿意去接触那个机会 有好多机会是无限去接触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 然后接触了呢 人也不是傻逼 你也不可能无限的去接触这些机会 对 因为你要想接触这些机会 说白了你还是要付出一些 或者说你要做出改变 比如说我就要放弃你的很多业余时间玩的时间 你就要去努力去工作 对吧 但是也不是童话世界 不是说你他妈想接触就接触 然后人就白给你了 你给人图什么 是吧 所以就挺好 我觉得就是客观原因促使 我也不用太改变 对 那很常常 我想接着聊电影的下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你怎么看见原谅这回事 就假如说你刚才是讲 比如说你跟你爷爷买的 那个是涉及到一个价值观上 或者生活习惯上的不一样 对吧 那个是一个感情层面的 但如果比如说这个人像那个电影里面 他曾经伤害了你 然后他现在比如说 要么是祈求你的原谅 要么是想主动向你示好 你会是一个主动原谅别人吗 还是说你觉得原谅那个事 我看得很赞 我根本不在意这个事 差不多 还真是不是特别在意 确实 就是有时候你是内心原谅了 有时候你是口头原谅了 其实对于我来说 就是确实挺大的没事 我一般是这样 就是假如我是喜欢一个人的话 就好多事情 就是好多事情真的分 就是你们俩关系好 喜欢怎么着都行 你用我这也行 你用我那也行 然后还愿意给你东西 这个就是你内心想这么做 我觉得有时候就愿意给 然后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 你就说话大天也不好使 对 就是你给我东西都不行 我不要 怎么先难受 对 就这种感觉 主要还是分就是两个人相处得来 相处不来 相处得来了 有些就能去释怀 去原谅 然后 就是说白了 还是看心情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是对人 不是对事 对 对 对这个人你说 我俩是OK的 他其实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你也会买不在意 对 还是看心情 这事 就是睡眼了 这事上没太多原谤 我猜想那你应该是 你也是轻易不会说记恨谁 或者说看谁不爽的那种人 我想想我记恨谁 就比如这个人对你做了什么 背叛你或者很不好的事 对 主要是没受到那么大伤害 生活没那么悲 对 可能就没有特别 对 记恨的有些可能就是小时候什么事 现在你要不提这事 我就想不起来这事 因为我写的方式 基本就是让你不幸的事就尽量远离 因为现在都市生活 然后大家也不是像原来就是没饭吃什么 你现在有很多选择 干嘛需要选择让自己囚禁到其中的那种境遇 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状态 这个心理我觉得我也欣赏 就是你是觉得是有选择的 有选择 有很多选择的 对 有很多人其实遇到问题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遇到问题 我可能会偶尔会觉得自己 他妈的这个事 怎么就落到我身上 我感觉我深感无力的时候 我是觉得自己没有选择的 对 后来我我调节出来也是就是像你说的 有我告诉自己我是有选择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没有选择 这个感觉很重要 对对对 好像是挺重要的 对对对 你像我的 这又好题了 没事 无所谓 对 你像我的饮食习惯 还有这个消费习惯 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特别有选择 因为大众来说的话 他们认为我是一素食者 就严格素食者 就淡奶蜂蜜不沾的那种 那 那 那 你知道吧 我是一个狂热的肉食 肉食 对 咱们就闲聊 要不然又不好跑题了 你家这个服装也是 就是我是不抗披草 毛制品 羽绒制品这种人 对 一连四季都不会碰 就是这点就很坚定 只有对于我来说就是有选择 但是大众就像你说的 你就是无肉不欢的人 我原来也是 所以对于大众来说的话 就像我原来十八分之前 我也认为就是我没有得选择 因为就是传统给我的血液里流的 骨髓里流的 我周边的世界干我的 都是我必须要去吃 杂食性 对对对 我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 但是当我开始选择这个 整一不不再吃鞋动物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更好了 然后就挺好的 然后有些人愿意去分享这个 就是说愿意去尝试 那就去尝试 不愿意尝试了 反正我是从来不 就是说我特别理解自己的多元化 然后也特别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不愿意去强迫别人去 跟我同样选择 我觉得没必要 这只是一个选择而已 那我理解 我可以理解为你的选择 你是主动把你自己贴了一个标签 或者你自己给自己限定了一个范围 然后同时你很享受在这个范围里面 对我就很心安 就是我做这个事情让我反而就感觉到就是内心不太纠结 对就很舒服 对我的感觉 人其实都是想扩大自己的选择范围 就是我能买那么多的东西 对奢侈品 对奢侈品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欲望 就是说我要能买一个什么鳄鱼皮的这东西大东西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就完全就不可能去消费 对于我来说 人家觉得奢侈品 我有钱 然后我买个车我也得全真皮座椅什么的 对我来说 卧槽 那那个就不是我要的 我觉得我要的可能就是几万块钱 后背大后背相当说我很多绳子 炮石链子什么 能装装背 我觉得就OK了 对 然后我可能就得必须要选择这个布面座椅 如果是皮子以后我就不要这两个 其实你做选择 你缩小自己选择范围的前提是 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你有了明确的目标 对 只有这样 我就是满足了一个最基本的心理需求 就是心里舒服了 其实原来有时候也是看他妈的 有时候那么去那看那个图宅厂 他也觉得难受 但是回过头来 他还是这样撸串 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没有改变 但是后来你改变了 你就觉得我就不用去纠结于 那个难受不难受了 我已经适应了 对 然后再让我吃肉什么的 我可能都适应不了 我肠胃也适应不了 心里也适应不了 对 这就是一个适应过程 我觉得 我很好奇 就是因为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每年都在改变 我可能有扩大扩小 所以我对我未来 其实是有一定不确定性的 就是那我想问你的是 你现在比如选择了这个数据主义 你会担心或者说你会设想过 自己未来会不会再改回去 我不担心 假如说我改回去的话 那就改回去 顺其而言 而不是说一定特别纠结 就是说我坚持了那么多的东西 突然间发现它是错的 或者说发现不适合我 就是当下的选择 我不保证我明天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今天是这个样子 我就要去坚持我今天 因为我有机会去选择 而不是说你做出这个选择 就营充更多的压力 负面的比正面的还多 那就没必要 没必要让自己活太累 因为已经挺累的 我是属于那种叫什么 我发现你也是特别能思考的人 但是你特别好 你头发比较多 那么多的思考 还是他还有很多头发 就是我有一回 就是有一个老中医 就跟我讲 他说你这个叫私优 这次我第一次听到 思考东西太多 老优劣 然后呢 那就投我赏 这边哪儿 我说 后来我就观察别让我 我说这个 不影响 我发现好多人思考的 就像你那样 考虑很多问题 这个就不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 有一定关系 但可能不是决定性 或者说这更多的是基因 各方面环境 家里遗传什么来的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不太会想 就是这种改变 就是自己发生的改变 会产生什么后果的人 或者不在意他的后果 我是就是 我觉得我今天是 其实此刻是这种决定 就可以 然后呢 有些东西就是 确实是 我觉得可能是 能够伴随我一生 但是在某一个节点 人生总之有 无数的变化 就是可能产生 产生了就是 产生才是正常 他们没有改变才 才是不正常的 对 但是有些东西 你说就是 如果说按概率来说 就是我会不会一辈子 就是你做的这个素质主义 或者我一辈子做一个这个 一辈子都在攀岩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只是说概率很高 你现在是蛮坚定的 我对 我只能说是概率比较高 就像你说的 我给他一个60分以上的 这种感觉 就我更倾向于 我觉得 好像是好像是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能预感好像是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就是说 当他没有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是欣然接受的 对 也许就找出了更有意思的事去做 你这个态度特别好 这个态度特别好 对 因为他们突然间就喜欢上放球了 就欲罢不了 就他妈新鲜其中 对 对 或者没准哪天就喜欢上画画了 这事有点像你去外地旅行 有的人可能就是我一定要按照攻略走 我查的什么 我要吃这个店我一定要迟到 去那景点一定要去到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无所谓 我就走到这个景点我就看一看 有新的景点我就看一看 今天如果赶不上车 没去到那个地方 我也很开心 我在这个地方也能玩得很好 对 还是就是看心情 然后就像你说这个就是 对 就是 对就是更随性一些 更随性一些 大概也是这样 然后跑题也跑得挺多 你看没有 下一个片子吧 下一个片子 我觉得是你的领域吧 对 所以这片子叫什么名字 Free Solo 中文名字叫什么 应该翻译成就是无保护攀登 对 无保护攀岩嘛 就这样 对对对 他们攀的是那个酒掌岩 是应该你是知道的 他是在美国这个优秀美体公园 而这里边有很多块岩 别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 又宽又大的一个花岗岩 然后呢也很高 就是千米吧 就说一千米的这么一个高度 差不多 然后呢他攀岩的话 其实跟高度有一定关系 但是第一横向指标是难度 就是是否垂直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就是脚踩的地方多不多 对 手抓脚踩的地方多不多 然后岩点的变化 它有些是这种面 就是浮角 有的是直臂 有的是羊角 就是人反着爬 有些是乌岩 完全倒着爬 然后再翻上去 就是从岩壁角度 就是这几种角度 然后多面铁加角 什么的这种的 包括里边有些是裂缝 你就要手勒到里面去 然后手点有些就有脚点 要不你先给这个片子打个分 给今年奥斯卡最佳的纪录片 是吧 我想好像打分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对 这个片子我打的可能比较高 可能就是9.5或者10分 这个样子可以打10分 我大概也是 我大概是8分左右吧 我不会打到100分 但是我也很喜欢这个片子 挺好 有差就有得了 有差就有得了 这部片子 首先他刚开始的时候 会去讲有关运动的风险性吗 他还是以潘岩为主线 然后去探讨一些有关人性 他如何跟家人爱人朋友去相处 如何去他的这种行为方式 就是是受大家的认同 还是说这个否定 反正在这个之间去生活吧 这两年主要是这么一个片子 然后接着说就是说这个 潘岩的话他主要是指这个难度 怎么说呢 这个难度如果说以大众一个来说法 就是说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干了这件事的人 他不是说这个条件是最难的 就是在他承受范围之内 当然他是经过他20年的攀爬之后 在他承受范围之内 这个攀爬是两方面 一个是这个技术体能 这方面的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素质 这无保护就牵着到这个心理素质 有些人比他就是不带绳 比他爬更高难度的人 有很多 是吗 有一些 我们刚才说很多 有一些 但是人家可能爬都是单段的 或者说也有一些高度的 但是没有这么高 对可能 他爬这个是爬了将近900多米 然后时间是好像用了三个多小时 接近四个小时好像是 对 一般人的话 你就是带着绳去爬正常爬 比如说我这个水平是爬不上去的 带绳也爬不上去 对 就是你爬的话就是你得利用你的手脚 你不能是拽绳上 咱就说这个难度 就我达不到那个难度 就是中间有一些段落就很难 有些体验论可能就手点很小 脚点很小 或者动作很难做 距离很远你过不到 所以就是说 他就是经过多年的一种训练 然后能达到这个水平 总的来说他这个人还是 就是他自己认为 或者说从我的角度也是认为 他是一个心思缜密 就是他会认真的去训练这条线路 然后盘盘盘很多遍 好多人你说无保护盘东西 就他们以为他上来就盘 那不可能 对 然后他一下 反正你看过影片你觉得不可能 但是反正我要是没盼研之前 我要听到这个消息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 就是看到人了 然后就好多人就去模仿 然后就去 可能就挂了死了 对 然后他反正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他要考虑很多问题 他也需要很强的记忆力 他会记住每一步自己要怎么走 对很清楚 然后到某一步的时候 手臂会酸胀成什么程度 他要计划很清楚 然后也要考虑有没有落实 其实清理了很多次落实 那么大岩壁有很多碎石 然后也要考虑中间有没有小动物 什么又出来一条蛇 又出来个老鼠 对 他要很清楚这条路线 然后也要看当时的边界 看下个雨什么不就废了是吧 然后太阳出来太早也不行 你得算好你是四点钟出发 还是五点钟出发 那也算清楚 你当天的身体状态 他中间不是放弃了一次吗 对对对放弃了一次 对就证明他这个还是挺理性的 对他其实是 就是感觉到可能摄像机的压力更大了 所以他要做更冲突的准备 他说吗 就是说还有一方面他的心理要去适应这个 别人正在拍摄 就是这个事你不得不想有些事情是 就是你知道你已经百分百专注于这条线路了 但实际上你他们心里还是会想 因为这个事情摆明了 他就存在在那里 对 然后反正最后他是搞定了这事 是挺牛逼的 然后好多人是去讨论 就说会不会给好多人什么新少年 一说什么或者怎么着 会有这种人 会有这种想法吗 对啊就是说 因为这个普遍呢 其实播了之后 说句实话有一些 尤其是攀岩新人 或者说他就是一个旅友 他认为他登过山 他就有可能去愿意尝试 这也太奇怪了 这个想法 就是内心很澎湃 我觉得不奇怪 就是因为我看了这部影片 我有这冲动 你怎么 就我们这个圈 反正都有这冲动 但是很马上会屏蔽掉 就说不行不行 对对 但是你会有 我觉得人会有那么冲动的 那个什么 就是他确实是一种极致的体验 就是我早前攀岩的时候 是一个 我是一个极度 不能说极度吧 就是很没有天赋 很没有运动细胞 很心里很脆弱 很害怕的一个人 就是我第一次攀岩的时候 带着城市上到两米 我就浑身发抖 全身出汗了 不是我爬不上去 就是我害怕 我心里特别脆弱 对 能力就心里 心里不能承受这个高度 这事 身边不能承受 对对对对 你要去换落骨什么的 完全就是那种心理因素 能把我这个 原来这个功耳投机 就下精卵了 就在太阳神车上面 就是特别爬好多的 我就不敢做这东西 我从来没做过 你知道然后呢 但是呢 你经过几年的这种训练 或者玩什么的 你慢慢你就不满足于这种事情 你就带着城爬什么的 就是你愿意挑战更高的 你愿意挑战更危险的事情 因为它给了你不同的满足程度 就是你 你让我去爬新的 想天天爬那个 我也恶意 就是太太无聊了 嗯 就是这边有游戏击打的 你非得选择他妈 草地蹲地这事 就是那个太低端 你总是这么觉得 那就是 所以就是 人这个这个精神满足啊 他确实是不断升级 就是不断升级 所以我我是能理解 就是说他 所以好多人有时候说 除了这影片 尤其是中国还是 他是一个2000年封建 这么体制 一流下来 说人们那个到目前为止 刚刚改变没多久吗 所以从这个思想上是 什么的 还是去考虑到更多负面的 比如说攀岩到现在 发展的也不好 就是 不管是家长也好 还是个人来玩的 到我们那里 第一反应就是 这安全 那神 你们这出了事没有 对 他都会考虑 第一安全问题 这也人的一个 我保护意识 这也正常 对吧 大家很多人都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你刚才讲到就是人的那个 比如说你追求那个刺激挑战 像是逐渐在增长的吧 逐渐在增长 你觉得他比如说他是你后天被训练出来的 还是你基因里就有 只是你早年没发现 就是两方面 就是内阴外阴或者说这个先天后天都是有的 我的话等于就先天弱一些 然后是属于后天发掘的多一些 都大 因为我 我是玩的主要是频率高 我当时爬的时候我就害怕嘛 然后后来我就想如果 如果这种攀爬对于我来说是一日三餐这样普通的事情 那我是否还害怕 然后我就给自己答案 那肯定不会 就跟我喝水吃饭一样自然的事情 然后呢我就 就每天做这件事情 我那会儿每一周可能有六天我就在攀烟 对 对 然后我就每天都做这个事情 就都适应了 嗯 就是这么改变的 然后呢 就觉得就是 就是比自己强很多 但是有些心脏大的人天生就比我现在好 我可能练了三四年了 但是人家从第一天开始人家就比我好 人家就觉得这绳是安全的 这个我觉得没问题 然后另一个是跟你的能力有一定关系 就你能力能够驾驭他的时候 你自然觉得很简单这事 你就觉得你走那个楼梯 你不会掉下去 嗯 你就心里有把握 但是呢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登山的什么时候 可能一个 呃 万米多高的一些碎石啊什么的 你能力不到的时候 你的这个 就 你就觉得那个 你卖不上去 或者说这有些险坡啊什么 你达不到的时候 你就紧张 你就害怕 然后呢就加速你的疲劳 就是更容易失误啊 你就你就搞不定 能力有关系 能力上来了 也确实有觉得 就是 完全能驾驭 我想起来我上学的时候一个事啊 特别特别小的一个事 我们那个班级在五楼嘛 五楼顶 顶楼一个学校 然后我 我们晚自习 就是很晚 那时候中学都晚自习要补课嘛 嗯 然后下课之后就是那个 我是想早点回家嘛 因为那个五楼你下如果慢的 因为我们那个中学在山上 嗯 在在山上 然后你要是 而且那个坡其实道路不太好 嗯 就像下雨下雪冲刷的 嗯 你如果跟那个天黑 然后那山上又不太亮 然后跟其他中学一起下山的话 嗯 就慢 我就觉得特别慢 我就想自己早点冲下去嘛 嗯 所以晚自一打零 我就怎么穿去 我们还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们每层那个楼梯 有12节台阶 嗯 然后我们都想快速下楼梯嘛 嗯 一开始是那个小腿倒很快的嘛 嗯 然后后来就改成两层两层一脉那么下 嗯 对 然后后来就是再后来就是那个 大跳到最后一步 到到到剩四节的时候就大跳 嗯 然后再后来我剩六节就能大跳了 就是12节的楼梯嘛 嗯 我倒一半然后剩六节就能大跳了 哦 对对对 这个过程我就特别有意思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要研究那个 我和其他同学也要研究是 如何最快下楼 就是嗯 你大跳那一下 其实你你比如说你左手边是那个楼梯扶手 嗯 你左手可以稍微撑一下那个 然后找找找一个最小的角度 然后啪跳到那边 然后马上再走一步 就是到下一层 然后再接着走三步 一层一步两格嘛 到到上六格的时候再一个大跳 嗯 那会非常快 那个过程 我会很爽 一开始我看别的同学就是大跳的时候 嗯 我这么高怎么跳啊 我不敢的你知道吗 对 后来我逐渐逐渐要练着就是我 我开始慢慢加快速度 我就也大跳了 嗯 我说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 对他就是一个就是呃 就是你适用 对 然后呃这个能力提高加适用 所以你像他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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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搭便车这条路线啊 那起名叫搭便车这条路线的时候 其实同样的难度 因为他爬了很多年 他其实是适应了这条路线 每一步都很好做 你给他降一个难度 嗯 再换一条路线 他也不敢爬 是吗 他他还要重新适应 就是他可能还要再适应一两一两年 因为线路太长了 要记得步骤太多了 嗯 可能他还是能搞定 对啊 只是就是说能力能达到 然后呢你得熟悉这环境 对 你要是有些可能 你你现在适用的那种平的那个楼梯了 那有些是土的楼梯 可能比那还矮 对 你就不敢跳了 但是让你在这玩仨远 你你你跳的比那个还好 对 那你说就是追求这个东西 就是他我我总觉得 对这样的人来说 我身我看他们在做运动的时候 看到的纪录片 包括之前我也看过一个那个是 应该叫剧情片吧 但是是真人事件改编的 就是那个双子大厦还在的时候 那个人走公司嘛 嗯 那个就是叫云上漫步 嗯 就是他在双子大厦两个楼中间架了一个钢丝 嗯 然后他半夜爬到那个 逃过保安 嗯 然后也是无保护马去 来回走 在钢丝上走 嗯 然后他当时那个某个那个市民人都 后来人家一早上到双子大厦上班 发现空中怎么有那么个人走都震惊了 嗯 然后那个也是让我感觉很神奇的一个冒险吧 嗯 但我总觉得他们这种人让我有一种深深的担忧 嗯 就是说你追求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 嗯 对 你说这个挺有意的讨论 这事挺挺好玩的 对吧 你爬完双子你还爬完球场眼你还能爬什么 对 你心里还是不满足了 对 我看他爬了爬下来之后 他不是说哦 我就死飞翼了 对吧 很多围棋高手比如说拿了几连罐之后 赛车的那个我就死飞翼了 嗯 他都好像不会 对 然后呢 这个就是牵扯到就是 呃 其实是就是永无止境 真的是永无止境 嗯 你看各种玩法不一样 比如说你这个爬珠峰 现在爬珠峰人也多 但是好多人一说怎么怎么着怎么着 玩法不一样 人家有的是商业团队啊 人背符给你背着东西 然后呢 这个路绳都给你铺好了 养气罐给你背着啊 就是你就上就行了 也他妈挺难的啊 这个也也需要几年的适用时间才能上去 呃 就从你开始 刚开始爬 你得从五千六千七千八千 这么一级一级爬嘛 要特别烧钱的 也就是有钱嘛 你就烧呗 然后别人帮你干了 这些活上去 然后慢慢的大家就有些玩极致的 人家就是我 就我一个人我就上去 嗯 啊 什么东西不用你背啊 我就我就干 或者就我们俩人我们就干 就是他的成绩肯定就不一样 对 那个就是说说白了就是 呃 能达到那个水平呢 肯定是常年训练 嗯 生活很自律 嗯 然后他才能达到这个 就不是说有钱就能就能搞这事 呃 所以说同样爬了 这个原来叫八八四八嘛 就这个高度 那肯定级别也是不一样 然后你想这阿里克斯呢 他是干过什么事呢 他也速攀过 就是几连峰连砖 哦 没有那么出名哈 就是因为大家只对这个五保护知道 对对对对 然后他得金冰高奖 嗯 就玩冰雪这东西 嗯 他一直在拓展新的领域 嗯 嗯 然后呢 有可能荡到那个颜域 对 你直接撞撞石头上 也可能就死掉了 你虽然没落地 但是你也就死掉了 所以他他就把这个就是往前推进了几分钟 嗯 这个就是又是大事件 就在太原车大事件 但是可能大众就不知道在这 大家都你知道他不带身牛逼 嗯 对 但是这个成就说白了 也是没有别人能砸到 对 嗯 然后你说就是说什么时候是尽头 然后 他就没有尽头 他就永远是往前走 然后另一个你说 他是不是对人 对对 是不是对对生命的这种责任啊 嗯 对于我来说 就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能感受到 或者我特别尊重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极其负责任的人 嗯 就是他极其享受这个过程 嗯 其实他跟我们一样 就跟你说的走钢丝的人 其实我知道他什么心里 嗯 所有大神跟普通人一模一样 嗯 就是他也害怕 嗯 他只是在那时候他极其兴奋 嗯 他在他能力就像你假如说我这个能力没达到的时候 其实他也恐惧 他不敢走那个钢丝上 他敢走到那个双子座开始走的时候 他觉得是他能把握住的时候 嗯 或者说他就觉得哎我90%能把握住 我心里就是强大 那个我就觉得就没问题 有些人就觉得我把120%我都能把握住了 啊 这个难度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 就是算今天挂六级凤纹 我照样的我这钢丝 对吧 他他这就是能力能达到了 他心里极其自信 或者说不管什么促使他这个做这个事情 我就是想出名 嗯 还是什么内在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源于内在的原因 就是说我就是首先我真的喜欢走钢丝 嗯 我就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嗯 然后呢 呃成就啊 名利啊 其实是负价值 嗯 他也渴求那个东西 但其实他内心本身他还是热爱他本行 嗯 啊 然后你说是不是对自己负责任 假如他摔摔摔下来掉了怎么着 就是这样来就掉了 那你说他对家人不负责任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人不需要为家人去负责任 我就喜欢这件事 哎 这个跟那个这个跟第九天长那个那个死孩子那个事 是不是一脉相传的一个价值观 对 我是这么个事对 所以我当时看那个然后你就说聊这个 我就觉得都一模一样这个价值观 对我来说就是我只需要就是我对自己负责任 我喜欢做这件事就要 嗯 然后呢 假如我说我假如我家里想做什么事情 反正我觉得我是支持的 你也不来个别人 你是不伤害别人 没伤害别人就是说你就无功害这事 然后你只是说你你你作为是危险性更大 你你死了 嗯 我觉得不影响别人 对 但是我就能感觉到你你死了我会我当然会很悲伤 嗯 但是呢我觉得 嗯 你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 在你选择它一刻的时候 你其实 就是在享受这个生活的美好 这就是生命赋予你的一种 嗯 就是就是 生命给了你就是最好的东西 然后你选择了它 嗯 嗯 是一直玩到90岁 还是说他妈的第二天就死了 这个东西就就就无所谓了 重要的是你是否真的想选它 嗯 我理解他这种选这样 就比如说走钢丝也好 选爬叛岩也好 选这样的运动 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快乐 嗯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就是怎么讲 就是你刚才讲到 比如他可以不断拓展嘛 比如说我玩玩冰上的 或者是玩速攀这种东西 在我看来是比较难的 同样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是个作家 嗯 他既可以写都市爱情片 嗯 他去写完一部都市爱情剧作 他觉得很成功 嗯 他写古装的也可以 他写间谍的 嗯 或者写一个悲剧 写一个喜剧 嗯 或者写一个动作戏 写写一个什么什么都可以 对吧 他假如他的他的他的文笔嗯 他可以支撑他写着不同的类型 他从每个类型都能都能 都能获得快乐 就是所以说不存在说 OK 我把一个动作戏那个写到极致了 嗯 我不知道写什么了 不可能的嗯 还有很多题材可以写嗯 亲情友情爱情很多可以写 相对来说他拓展起来比较容易 拓展他的边界很容易 但是就这种运动来说 我感觉他突然也非常非常难 嗯 他每进一步都非常难 对就是像就像我们说这个 比较白米跑你进了他妈0.1秒 对对对 非常牛逼了 对对对 但是就是这个领域首先 呃 你知道游泳 假如说白米游泳 比白米跑步其实要容易进步 为什么因为存在一个高阻力 所以就有一个高科技的含量 鲨鱼皮马上瞬间他妈一秒能出去 一百米能提高一秒 对不是说他有的快乐 是他那妈的那东西也牛逼 所以潘云相对来说在国外 国内就很明显 他绝对一个小中运动 嗯在国外他也没他妈足球 篮球那么那么盛行 所以呢玩的人相对还是少 所以说他可拓展的面积就是大 对 然后另一个是在于人的思想当中 就是我们认为难 或者说假如今天我我的水平到这 我假如爬了十条线 我觉得我人生极限就不可能了 对于人家来说 你假如说到英国同样时间 某一世界然后看直播 人家十条线只是热身 对就是你的思想也会限制你 就是你觉得是不可能 其实就是你干就是了 干了有好多日 你发现卧槽 所谓大神卧槽 无非跟我肩并肩 也就有些东西发现 原来没有那么复杂 他其实也他妈普通人 你发现他他妈有时候也他妈的 他只是99%的时间很强 其实他也有他很不愿意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攀岩 你就像我一周有六天 其实我有几天可能也很沮丧 就我爬的时候我也知道到平静期不进步 然后你看着比你晚爬的人都他妈超过你了 然后你也很沮丧 但是有时候你回归到本心 你觉得你还是热爱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 虽然有些地方你住的还不够好 或者说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成就 但是你觉得你还是热爱 就继续往下坐 无非就是说他在这方面又有天赋 几方面达到了 他就搞起来了 其实他得金兵奥的时候 他就是开辟新的线路 其实他在那行 因为之前有一本书叫孤身绝壁 Alone on the wall 就是阿雷克斯写的这本书 他也讲了 其实他们刚潘兵的时候 好多人也不会 他潘兵了很多年才开始接触这个领域 其实那会潘兵已经出了很多大块 但是同样主要是他是一个垂直类运动 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为什么他能够成就这个 技术确实没人厉害 但是他他们心里太强大 我就是敢搞 我不带神我敢上 你牛逼 再牛逼的人心里也害怕 对啊 就是我比你害怕的省了一点 因为我潘兵的时候找什么下巴了 就这么一个 我觉得主要是源于他的心理 他能搞这些东西 就是好多东西人类突破自己 他大导是不是可能 我去扫描过 对对对对 好像是有点有点不一样 对其实是我觉得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是我们承受恐惧的能力都不一样 就是他在这一方面可能就是 屏蔽的东西特别多 所以他就是比别人 从我们外在看这个所谓成就 就我们认可的成就方面就是牛逼 对对对 其实我也想追求他那种快乐 因为我其实有有点能理解 就比如说就是他那种就是 这个成功就会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然后即使失败了 我在过程中我也很享受 对对对 我现在记得有以前我看NBA的时候 里面那个马剑 马剑是个篮球评论员 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打篮球 在美国UCLA 然后他就说就是他那个后来就 其实在他解说的时候他就说 我其实后来我做评论员我也挣不少钱 也有名然后也有一些名气 但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还是去大学打球的时候 因为那种就是你跟队友一起打了一场比赛 赢球了然后大家一起去庆祝吃饭聚餐 那种快乐是无法比拟的 后来即使获得了一些名气或者有钱了 所以无法比你当时那种快乐 对对对 就是这种东西我特别能享受 因为我可能每周都有过这种感觉 就有时候我都不想爬了 但哥们叫着就一块爬奥奥奥 就说不行了 你看我这手皮这爬完了也都是 就没有手皮了掉手皮 他就说爬不了了 他就爬了 他就觉得卧槽 还是这有意的 就是你觉得所有东西都没有那么有乐趣 就好多东西 就是别的东西没法比你的 这是这种感觉 对 就是他们如此廉价 就是很简单 其实就是运动本身给予的 就是你就是很很 就释放了你的这个负面情绪 然后让你的这个肾上限度 还是荷尔蒙 还是什么东西 快乐马飞的这些东西 反正就释放出来了 我觉得挺高兴的 一点小快乐吧 那你在爬的时候 你会或者说其他运动员 你知道的他们有没有考虑 或者说社会评价这方面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呃就是那个人天堂 他俄罗斯方块 就很多比如说或者超级马力 他们经常有日本玩家 就比如说我玩速通超级马力 一样的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就是不跳关就是那个 然后也不作弊 就是如何快速用最短的时间 通关超级马力 或者是俄罗斯方块 拿了多少分 他们在挑战这个时候 可能比如说有时候也会 就是一直开着直播 一直跟粉丝做互动 就是比如说我在享受这个挑战 呃记录的成功程式 我也享受别人 膜拜那种感觉 他们会比如说 会有几次四十一度 对吧 他们在在那些那个那个 电竞玩家圈 会有这种这种 会有这种攀比的分离 你用七分四十秒通关了 我就要七分三十一秒通关 他会有这种心理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就是说它是属于一种 互相激励的机制 就比如说为什么你一个时候玩这个 也挺高兴 因为你喜欢就是 达到这个就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你可能一个时候也很享受 但是有更多人的时候 就是反正我在帕马中 就特别明显 有人跟你加油鼓劲的时候 你很享受那种台下的那种感觉 或者聚光灯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人之本性 就是我觉得就没必要把它就是 呃有好多人就觉得就是竞争啊 怎么样 其实竞争只是竞争 只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促进了你更好突破这个记录 人大部分人都是属于叫目标驱动型人 就是说你有这个目标 然后呢你奔着他走 你就知道你的方向在哪 你要干什么 你很清楚 假如说你没有这目标 就是让你干这个 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到有什么程度 然后你可能就玩的就有点无味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良性竞争啊 还有这种比赛气味呢 极其极美好 其实是 所以说那种武侠小说里面 那种爵士高手 那个我独自站在山巅很寂寞 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吧 那种 他没有竞争对手吧 我就爵士高手 独呼球本来是吧 对对对 嗯对 那个因为我没占过身体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他是一个加分项 确实是 很多运动员 比如说啊 我说这个运动员 我当时属于半道出家 但是呢我后来是也等于相当于半个运动员这种感觉 就小时候不愿意因为也不愿意动什么的 然后也很害羞跟人接触什么的 但是大了之后我觉得 其实运动员是真的挺美好的 一个身份 就是说如果 我等年龄已经错过了黄金运动员的年龄 几岁十来岁就开始 但是我现在就能去 有机会去体会他们 就是我能够参加一些 因为攀兵是更小众的 比如我参加全国攀兵锦票赛 等于我就是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 然后吃运动员餐 然后这个住运动员的地方 然后就感受一下这种气氛 你觉得真的就是那个 荣誉成就什么的 其实它不是说什么世俗或者什么 它其实确实挺美好的一事 就是我通过努力去获得这些东西 它就是一种认可 然后你就很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你享受 你知道你留下的美滴汗水 它是有价值的 然后这个事情确实就 就让你觉得很舒服很开心 对这个事情是特别迷人的 所以我说的反面 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上班族 其实就是说你刚才讲到就是努力 然后就是换水就能获得价值 其实现在现在社会的工作 其实是把你努力和获得价值 这个距离拉的很长很远 你做这个工作 其实你不一定知道我实现了什么东西 你这个工作可能只是就是这个生产 那个iPhone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对吧 最终就是说那个你真的你触达用户 或者说你这个环节它会变异 会给你一些其他的刺激 比如说我可以给你奖金作为你的回报 而不是这个产品真正的得到了什么样的 实用价值你会那种 但现代社会的工作就是把那个努力 跟获得回报这个实现价值 距离拉的好远好复杂 所以人不容易体现到那种运动的 单纯的很直接的那种 对就这样你说对就是运动给你的 特别直接这东西 就是说你在过程中你就很享受 然后如果能达到这个 有些时候可能你就是比如 我觉得可能就是得了22名 但是我去年都28名我就特败接近 就这么个事对 这一年我也蛮拼的 然后觉得他进步了就挺好的 对就是大部分 冠军只有一个 大部分人没有机会 就像就比如说Alex又有天赋 心理素质又强 然后他能够达到他的那个成就 所以呢你就要放平心态 就是尽量享受你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进步的这个过程 对其实每个人就是超越自己 无非就是顶尖上那些人 能够推动整个人类的这个边疆 在拓展它的极限 其实得到的快乐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一样的 就是你可能就比的少上 一些领奖台 就那种体验你也没有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承受的是一样 你可以上小的领奖台 对 然后呢对 上比如说朝阳区 通州区的领奖台 对对对对 然后 对对对 我讲讲 刚才想说忘了 就是 其实你就感觉到 其实他 其实跟你的历程是一样的 他有时候爬不上去 有时候他也沮丧 他也怀疑 不可能太他妈难了 没有希望 我要放弃 嗯 其实心中里程一样 你就把影片抛开了 你就看他们尝试的时候 如果你看那些就是花絮就是 没没没爬上去的地方的时候 嗯 其实都都一样 但是你要经历这些东西 你才觉得 突然间你有一天 你觉得 这个点我能抓住了 我可以做下一个动作 你觉得 整个世界就亮了 你说这个都一样 我想起来一个我的事 我觉得 我有 我有时候也有一种都一样的感觉 但我不知道就感觉是对还是错 就是我我以前 比如说那个在那个下载那个APP 玩那个德州扑克 嗯 德州扑克 但是你知道有新手厂 有高手厂吧 嗯 新手厂比如说那个最那个最高 比如携带金币都虚拟币啊 是2000 嗯 然后最低携带是500 嗯 高手厂可能最低携带2万 然后多了不限 嗯 对吧 但其实你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 确实 都是都是两个A是那个比较好 不是顺子同华顺什么 就是你玩法其实都都是也没有任何区别 对 但是唯一的去高手厂跟新手厂区别在于就是 你一次输赢的大小 嗯 对吧 嗯 那一开始呢我就跟所有人一样就是我拼命的想多多挣那个虚拟币 然后进入高手厂去 觉得更刺激 嗯 我一次比如说投入好几万 然后一次回来好几万 那感觉很爽 嗯 那后来当我输光了之后对吧 我只能用系统免费送送你多少币吗 又回到新手厂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后来一想 这不不一样吗 玩法没有任何区别 对 我干嘛要追求高手厂呢 嗯 我比如说我 我一次用200个币玩 跟一次投入2万个币 还能有什么区别呢 还该怎么打 还该怎么打 还怎么打呀 对 我后来就惠惑 嗯 我不知道就是我应该追求那个高手厂 还是应该说我应该追求这个玩法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高手厂给我巨大的金钱 变动给我快乐更更好 更好 还是我单纯的享受这个玩法 得福这个算牌的玩法更好 嗯 这样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你是有时候我觉得是没得选 就是你的水平没到高手厂 你可能只能选新手厂 嗯 然后你就要安逸于给新手厂所得到快乐 而且你要相信他们那边的人跟你其实是一样的 对 真的是一样的 对 就我有这种同样感受 就那会打那个兜地主的时候 那时候 然后有朋友说了 你这三块两块的时候 跟那个五十一百的时候 嗯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五十一百的时候 就得打保守点 嗯 你保守 该选择不保守的时候 你还保守 那就注定你要输 对吧 嗯 你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心态放平了 其实确实是排还是排 就是没有变化 你只是想着你怎么着 你的策略是 盖 就胜率的盖面更大 就这么一件事 就是 无非就是说我们能听到的报道 一般都是说来自于高手厂那边 对 对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 阿里克斯这个又又无保护攀登了什么 又速攀了什么 我们听到的无非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他真正跟你经历的是一样 对 只是你没有机会被别人报道而已 对 因为你只是普普通通的天赋 然后同样的努力而已 嗯 所以你看他其实该痛苦 他也痛苦 然后该包括情感家家庭的这些东西 他也要去承受 女朋友问他你是否被我承成义务什么的 他也 对 他的想法那就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义务 他说真实话 就像他说了 你这个 其实他说说出来有些悲伤 就是我如果死了 就是大家就无非就念到几天 然后你该找新的男朋友 你就换新的男朋友 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本该也就是如此 但你本来有话跟你朋友说出来 对 一般人说不出来这些话 直男爱才会 对 就是你觉得在这方面情商略低了一下 但是我当时就是 我只能说对 就是我 我就完全认可这种东西 就是 他们俩之所以还能带一块 证明这女的还能承受他这个 对 对 对 这个好多真的生活 确实有好多事是能做不能说 好多事啊 比如透情什么 哈哈哈哈 那你会更享受哪个 比如说你会更享受外人瞩目 那个高手厂的感觉 还是说我玩法中的快乐 就是我更多的是选择小小快乐 原因是我没有能力 或者说我不愿意付出 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一周是能在野外爬四天 在管里爬了一两天 然后呢我可以选择就是说如果我如果牺牲上三天 或者四天的时间 我只玩两天 然后呢其他的时间我去忙挣钱 挣完钱之后呢我去西班牙玩去美国玩 我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但是我不愿意继承我现在的快乐 因为我到了西班牙 我知道跟他妈的西班牙人来中国是一样的 他只是想换换石道爬 所以我在北京爬完了呢 我就去南方爬 我就去东南亚便宜地方爬 其实是一样的 你知道东南亚爬也全都妈无美人 那你何必要远走 就好多人就是要讲世界很大我要走一走看一看 我先说了把你身边的玩好了也很重要 其实是对没必要 就是这就是现在什么潮流区制什么的 什么说走就走什么世界很大的 我要看一个 其实都他妈的差不多 尤其是对我来说 我又不看他们的文艺复兴什么东西 我又不走山的艺术 我就是爬个石头都他妈一样的 我们这边的石头类型 他那边也不太有 所以大眼心眼他就来了 其实这就大则嘛 就是山说白了 就大石了 破石了 老百姓一下 你没人跟那石头叫什么心呢 没有意义 对 就这么个事 就是你喜欢你就干就是了 所以我就是不愿意 就是我能够获得这个快乐 但是为此而复出的东西会更多 我就觉得不值得 大概其实就这样 你在生活中是那种比如说 经常会感觉自己充满力量 有力量感 就是远远类似于央视以前有广告 就是一个人站在楼顶上 喊 比如说什么 心有多大不还有多大 或者是那种山高人微风 你知道那种就是这样 就像是一个我征服了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我完成了一个什么 我有一种力量感 你就那种感觉吧 就是你会经常有那种感觉吗 偶尔会有但很少 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一种感觉就是 什么感觉就是我真的很拼 然后我真的很努力 我就自己还还算挺牛逼 然后最早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大部分的时候的痛苦来源于是 就是因为我天候不够 然后我会痛苦 或者说沮丧吧 沮丧这个次数准确一些 就是你练了一年 发现人他妈练了四天就比你强 在有些线路上 比如说这种阳脚路线 因为你上肢力量很弱 有些人有力量的人 比如说 当然了后来我发现 好多人有力量的人 人家其实也复苏了 人家可能练了八年几个时 你知道吧 再拉四十个引颈 然后你说 我他妈爬了三年了 才他妈还只能拉八个引颈 那你这力量就是弱 然后人家有天候 后来我就越来越喜欢自己 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他们天赋好 但是我很享受 就是说我现在能够坦然接受 毕竟知道不行 然后还要拼命去努力去做 因为我努力去做 站不到领奖台上 我努力去做 只是为了让自己更满意 比我自己更强大 然后可能有时候是一个星期 有时候是三个月半年 才能感觉到一次进步 但是我知道那个 就跟人说我吃了七个饼饱了 前六个饼极其有意义 所以我很珍惜 每吃一个饼的那个过程 我知道他都是为未来在加分 就我所有都很弱 力量真的很弱 然后协调就不用说 成长不运动 协调就不好 就是说什么 你就甭说一字满了 操你离地还六五分呢 但是我真的是每天都压堆 因为我真的每天都很科学去练 我觉得就别人就玩完了就玩完了 我还要去做拉伸去做放松 别人就很花时间的 但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至少它让我更舒服了 就好多人觉得我太累了 我有这功夫 我去收杯杯酒 我就是因为攀岩之后 攀岩了一年吧 我就不喝酒了 就是攀岩的 我原来也是酒如命那种 就是一到冬天可能就能 先买两箱白的 一到夏天喝 对对对 就来点皮的 自己还得喝个四两 那种 但是当我获得到这方面快乐的时候 我说人生有所有得 我极其满足这个 如果我喝了酒 第二天就没有这么给劲 虽然喝酒也很快乐 当慢慢的我就觉得 这个快乐给我带来的更大 如果第二天感觉自己更有力量 然后更能控制 我觉得就更好 所以我就慢慢的 连酒都不喝了 然后我发现酒 现在感觉就没有任何乐趣和言 这个很厉害 对 所以后来我一想 这不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就是说无非就是一种选择 就是它存在于 就是大众的认知里 它认为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结果我原来也抽烟 后来我也不抽了 开烟之后也不抽了 就觉得它让我第二天变得更疲惫了 就拍下来那个比烟瓶酒也很大 对 就是上瓶 就是掩瓶 就是 它就是很有魔力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 有些喜欢这种运动的人 或者说假如说 不管什么 就是你痴迷一件事情 不管你是喜欢画画 歌剧 你喜欢雕刻 什么的 就是你真正上瓶的时候 有好多东西你就愿意去舍弃 后来你发现那些东西也不是那么有意思 主要是 当然我不是说完全过好 比如说你要有人就喜欢喝酒 喝着挺开心 喝一辈子也挺好 当然了 你能说他乐意喝 他那么的喝了三年死了 那他也得 对我觉得也行 也挺尊重的 至少这三年到人家很享受 对吧 你说这跟你跟你外人没关系 对吧 我跟你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弱点 就是我 会阻碍我是一个稍微有点自恋的人 然后比如说我跟你讲 刚才跟你讲 我会蛮享受那种力量感的状态 就比如说你投进了一个球 然后全场喊你MVP 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 或者是你打桌游打三国沙 然后你村库一系列操作对吧 紫星哥 对对对 然后顺手切羊 然后啪啪逆转取胜了 那种感觉特别爽 他给我一种力量感 控制感 我掌控了这个局面 我是MVP 这种感觉 所以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追求这个东西 很重点会阻碍你追求 那个游戏本身的给你的快乐的 我觉得会有点阻碍 你觉得会有阻碍 对我觉得会 对我来说可能会 让我会觉得 那比如说打游戏的时候 我输了我当然会不开心 对 他会比如说对吧 我可能很难放平那个心态 我相对来说更难放平一些 对吧 但是当然也要看我 对运动本身的态度 当然比如说 对三国沙来说 我可能输了就不开心 但是比如说篮球的话 输了我也很开心 可能我 因为我对篮球爱本身就更大一些 即使输了 我虽然也很享受MVP 那个欢呼感 但是输了我仍然很开心 但是我仍然认为 我追求力量感 追求力量掌控于那种感觉 是有点阻碍我热爱这个运动本身的 对我可能对那个 因为首先就是我说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 跟你本身能力有关系 就是我首先达不到那个东西 我就没必要就是非要追求的 以给自己造成这种困惑 这种这种负面的东西 就是它让你不开心的时候更多的 那何必呢 所以我就更享受这种小快乐 因为你的能力只容易达到这个 然后我只是拼尽全力 得到自己最大的进步 就是说我很多时候 其实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在不受伤和最大进步之间的一种平衡 就是我真的很想再拼 就是我手已经这样 我真的很想再拼 对吧 然后我因为也不是就是客观因素决定我 已经成为不了一个就是顶级运动员什么 所以我就不去追求那个 我觉得给我增加5%的受伤几率 我觉得是我承受范围之内 那我就去干这些事情 但是6%我就不做了 我就休息了 追到我休息日了 我就休息了 我再说个我自己的例子 我觉得是我一个不好的习惯 比如说我喜欢做菜 喜欢做饭 但是我这个过程本来是让我很享受的 我有力量感 我这个操作 一通操作猛入虎对吧 但如果你不小心 比如说菜妈的切掉地上了 我从锅里砰出来了 怎么这样 不完美了 我就跟他们 我的力量感哪去了 完全我 这太不听我的话 他自己说跑出来了 我完全没有力量感 我当时的力量感就会 马上就会 啪降为零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对我蛮大的打击 我觉得这跟性格有直接关系 我去拍摄那时候 其实是先去别人家 管理嘛 对吧 也是就是说买卡当会员 然后去玩去 我是挺享受 有时候管理真的就是没人 或者有时候故意躲着人 就是晚上人多嘛 下了班 或者说周末人多 有时候我就偏偏上午去 就一而为了 就一而港 就是我还是挺享受 本身之间的那种 就是我们研壁之间 本身的那种交流 我就很喜欢 就是在别人眼里 可能你就爬的那些草野挺生硬的 挺烂的 跟他们屎一样爬的 但是我个人就挺享受的 就是说我在做一件我不擅长 但是我热爱的事情 不擅长是客观的 但是热爱也是客观的 我就只是想就是说既然热爱 那就去做吧 就是喜欢 喜欢就做 然后好与不好是别人的评论 对 就不用太在意他们的想法 我还有一个问题 特别想问你 我这个问题可能会问很多人 但是我觉得有大部分人 这是没有答案的 就是比如说 我觉得你这种就是工作 我来说它可能会更有利于 你培养一种什么样的品质 就是驯化自己 就像人驯化动物一样 你把自己看作一个课题 驯化自己 就是我一直很想研究 比如说我写作 写作当然是一个很耗费精力的事 比如说我写一千字 比如说需要一个小时吧 假如说 然后我写完之后 不管我写的爽不爽 我都会疲惫 我如果缓解这种疲惫 我可能需要看综艺 需要发呆 需要睡觉来缓解这种 比如说我们冷却 就像玩游戏 放个大招一样 冷却时间可能是三个小时 我写一小时的那个东西 然后休息三个小时 我想 但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趁着年轻时候 多采数也是必要的 我如何缩小冷却时间 我让我休息时间 从三个小时 变成两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对吧 那我这样我就会 能增加我写作的时间 我就能产出我喜欢的工作 它也是我喜欢的一个事业 但是尽管它是我喜欢的事业 也是我比较擅长的 但是肯定也耗费精力的 在我这样一个喜欢又擅长的事情上 我仍然会耗费很多的冷却时间 你如何通过训划自己 让自己冷却时间逐渐缩短 是这样 就是 我早前的时候 一周可能爬五六天 然后每天是五六个小时 你知道吗 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管里待着 在墙上待着 就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但是难度并不高 我当然也知道 如果我去专项训练 比如说我多增加一些力量 我弱项就力量 然后多加一些难度 我更虐让自己 我会进步更大 我早先是不会去选择这种方式的 因为我更享受的是自己在墙上的时间 后来呢 我慢慢的转移了 就是说我更享受 我目标略有变化 我还是喜欢攀岩本身 只是目标我追求的是更多的进步 就是我进步给我带来的满足感更多 然后呢 我觉得我 我等那会儿 这会儿差不多一周四天的攀岔时间 每天可能就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时间大幅度的减少了 我知道这个倒置的一个事情 就我无法在墙上更久了 但是它强度更大了 让我进步更快了 所以这个快乐 就是达到了我预期满足的东西 然后呢 我觉得因为我是每天都记忆运动笔记 我就很科学 我觉得我的训练就是 一直在探索更为科学 就更大进步 跟那个不受伤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我东西很科学 然后就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科学 就是在其他的这些普通爱好者之间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拉伸啊 放松啊 然后这所有东西 就是都是有意义的 然后呢 就有时候会想 我原来就很害怕就是 休息日 很害怕休息日 不知道干什么 因为你总是要休息的 有些运动吧 对 休息日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我那会儿 头两年的时候啊 我当时很知道自己干什么 就看那个拍烟的比赛啊 野外线路啊 嗯 基本上他妈把电影接了 我集了极度的电影迷 这个好厉害 就是一打开这个优惑什么 就第一件事 这边看个电影 原来这一挪鼠标就是 这个又有新比赛了 日本的比赛啊 欧美的世界杯啊 就各种比赛 他就各种看上 看各种各样的风格 嗯 一看有的电影 他比他们电影长 四个小时 这一比比赛你知道吧 把片头片尾给跳过去之后呢 因为是英文解说 我也不听我就关了声 小时候就这么一看四个小时 天天这么四个小时过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就觉得回想一下他 这人有病吧 对 对啊 就是喜欢就是琢磨 他怎么去发力 开始的时候还不是真的 还看不懂 就觉得 卧槽这次爬得更高了 然后有时候注意力想想 别老看人家手 看看人家腰脚的技术动作 看着看着 哎呀这次爬又高了 听这会儿也是就是 然后认识这人名 那人名 认识这些人 这个世界冠军叫什么 女子是谁 又出了什么新秀 天天夺乏这个 后来慢慢的就是 能看动一些技术动作 就是真的能看进去一点了 现在基本上属于这个程度 说实话 看了他们两年多 也有点是没疲劳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我的时间就是相对 就是你说这个怎么去缩短 我没有想刻意去缩短 我现在反而去增加了这个空余时间 冷却时间 但是我知道对我的目标更明确了 它让我这么着才是最合理的 让我去步更大的 你这个角度很好 这个角度很好 不必必要 就跟假设人家说 你怎么去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火车 又有高铁 又要去坐飞机 就是想要缩短你路程的时间 但是有时候我就想 反正我在家也有时候要是捧起一本出来 有时候也不愿意去干 在火车上呢你就不得不去找点事干 那你就能多读点书 就是这么一种思维方式 我不想坐那个飞机 这样的话 我省了很多经济成分 然后呢 我又闲人 我不用这么赶 那我就只是买一本书 然后也很享受这个看书的过程 到达那里 我有更多的钱去玩 就这么个小 就换了一个小型计划 你有遇到过 比如说自己产生懒惰的时候吗 有 有 这肯定的 就是 也可以说 几乎没有 就这几年 对于我来说就是 就没有什么事 让你分心打乱你的计划 就比如说我举个旅行的例子 我现在就是锻炼比较少 我一周会找三天晚上会做一些 假假做一些养物体做佛服务生 之类的东西 但如果今天比如说我有约会 对有聚会 然后那可能我就回家很晚了很晚了 就像马上洗洗就睡了 我可能就放纵一下自己 就这个事会 别的事会挤着我本来锻炼的时间 对 你有这种 就是优先级不一样 所以我说这个有 但是呢也极少 就是因为 比如说假如我有工作 就像你说有聚会聚会什么的 就会扰乱你的这些东西 我大部分的时候就会选择 就是我的优先级还是 就是锻炼优先级 对 就很少有这个东西去阻碍我 如果是阻碍了我的 我就会马上再 就是说我把这一天 我的运动笔记是两个本 其中有一个本就是列好了 就先把这一周写下来 然后我就会去做一个 我就写一个调休 就是说今天变成休息了 然后第二天 然后再继续干这个 这个很棒 对 没有办法 自己给自己调休 对 其实后来我从记的时候 记了两周我就发现 其实是这种所谓的弹性灵活性 是极其必要的 也是不可改变的 就不要认为 就是说我的 没有完全按照我计划 就是一件让你沮丧的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就首先我接受它 我觉得 我能够灵活的适应它 才是我觉得我强大的地方 哦 我这么一种感觉 这个很棒 这个很棒 反正就是我好了下 感觉我学到了 学到了东西 这个免费学到了一堂东西 感觉很好 这没有我这后付费 哈哈哈 我哪里等着我 对 再看一几点 还没耽误 没有没有没有 还不准 3.44 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比如说这个当时那FIRSOLO也讲了一件事 叫突破舒适区域 嗯 怎么叫突破舒适区域呢 它这个它啪啪这个风格 就是分几个面 一个是FACE面 就是脸面都特别光滑 这么往上爬 但是几乎没有手点缴点 就是手可能就发这种 冷冷缝缝 只是保持你的平衡 然后脚也踩在这个上面 当然是这种角度 你就往上爬 总是感觉脚稍微一打滑就掉了 对不对 他要去练习这种面 然后还要去爬那种夹角 就两边踹着去走 然后两边也是光滑的 一蹭就掉 还有一些就是力量性线路 比如他爬到700多米的地方 就开始裂缝 全程勒着缝走 中间没有休息点 一直往上走 所以他就是不停地爬 各种各样的风格 然后去能够适应 然后突破自己的舒适 去让自己能达到 所谓的更高 更好 更有成就 其实在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过程 大部分的时候 攀爬的人 都是愿意什么 我记得我刚刚看下 就特别愿意 能做一个dino 就是飞跃 然后特别想飞 什么意思是 腾空吗 对对对 从这个点 一样跳到那个点 就可以吗 对对 很容易 就跟你从地面 跳到那个 蛋杠上 这么一种感觉 但是无推阵 你可能四肢都在点上 然后瞬间就像猴子一样 对对对对 推到一个树枝上 就做这种动作 你觉得特别帅 特别炫酷 看来者就愿意显肥 你也很喜欢 就大家一种欢呼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自己偷偷练练 然后呢 一有新人 就是来一下 来一下 然后呢 回归你比较显悲的 然后你就有一个反馈 慢慢的 虽然每位新人都会很反馈 但你也有审美之劳 老人夸其实同样的东西 你也觉得他妈挺没劲的 但大部分人 好多人他就是 一直现在气筒 不能自拔 对于我来说 就很快我就走出来了 我愿意做更真实的一面 就是说我在别人面前 不停的在脱落 因为我在训练 我不是在表演 我只是说我在做 我最困难的事 跟新人是一样的 别人也是 新人好多 也是抓不住就掉 然后我也是不停掉 可能我不再 就是你有能力了 你也就不怕别人再讲你 就说教练不行了 你该怎么还往下掉 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最高的高手 他也是在突破自己的难度 他爬最难的难度 就是无数次的下落 然后直到他突破了 这次能抓住了 那他就上去了 所以那会儿就很坦然 去面对这些东西 我想起来 我小时候老师讲公开课的情景 公开课就是说 有别的老师 或者说外校的老师 或者领导来听你课 然后给你一个评级之类的 老师之间会可能 有一些评级 或者什么东西 老师就会无数次的准备 之前好多次 比如说我们要讲 第二章第三节课 第二章第三节 他可能之前已经上过 好多次 特意演练这个事 为了在公开课上表现一个良好的情况 他会甚至会准备到说 本来班级是这个座位 他会为了公开课特意调整班级的座位 然后后来都谁举手 回答是哪个问题都已经安排好 你知道吗 典型的中国是那种 那种开会 是那种拖那种感觉 特别好玩 所以公开课效果一定特别好 所以一定是特别好的 那样的话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这样每个老师都能准备 你他们有啥意义 这公开课 但是有关表演来说的话 说公共有的话 它叫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 其实表演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但是你要尽量去缩短它的时间 或者说只在关键时刻去做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要很享受 下苦功夫的过程 这个才是大部分的时间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享受那一下 然后底的这些过程 你不是很享受很艰苦的话 也许你能达到那个 但是总觉得你少了很多享受过程 因为有些人我知道 他是苦哈哈的恋 他不觉得有什么乐趣 但是政治思想就是 比如有些我知道西藏队 有些运动员 造先就是 他就知道我爬得好 然后我牛逼 然后我天赋特别好 在高原 就玩什么我都厉害 然后天赋很棒 然后国家有要求 就说你得爬到什么水平 达到什么级别 人家就一直苦练什么的 然后他后来到现在了 参加很多比赛 走出世界 后来就发现 原来这拍演本身挺好玩的 练了这么多的苦功夫 我就没觉得好玩 这些运动 就知道训练 训练 就拉阴铁 只知道训练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人虽然也很有成就 但是你突然觉得 你就这么一比较 我觉得又很坦然了 你又觉得 他是跟人家比不了 你下的苦功夫也跟人比不了 但是你却更享受这个过程 人家受到伤病 他也要去承受 对吧 所以我说想想 我觉得还是最主要 就是你有的选择 选择一项 你认为还不错的东西 然后大部分的时候享受 有些东西 该承受它的那种孤独 该承受它的那种挫败 它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还好 我看有说法是 比如说 攀岩它会导致人的 上次力量会特别发达 对吧 然后可能会对你的整个肌肉 我是说 比如说这个运动 它可能永远的改变了你 不光是在身体上 有可能在心理上 身体上是一个外在的表现 比如说练跑步的人 可能腿部肌肉特别发达 练投贴影的人 它就胳膊特别发达 那攀岩可能就比如说 某个某块肌肉 它就得到锻炼 它必须要形成一个很瘦 然后脂肪很少 很省力 拉自己 不要拉那么重 那样一种身材 那么它在心理上 或者在情绪上 思想上 它可能也永远的改变了你 对吧 你会有这种担心 说 就有点类似于说 我被这个东西永远的改变了 那种感觉 我已经不再是我了 这个我感觉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我觉得 我在做我所喜欢的事情 它自然会去改变 从你说身体上 它就是在改变 包括有些 你像手肘磨破 然后脚有可能就跟你磨得起泡 什么的 可能就是从美观度都不够 然后有些人 就是觉得你那肌肉某块太发达 但是其实就是我说的 接受世界的这种多元化 那你这个着酒玩五的 这个上班的 它就它这种身材就真的好吗 它的颈椎也不可能发生 颈椎腰椎也不可能发生 也不可能发生 因为它不是多 都是完美的 或者说 就是它只是其中一种特性 你某一项运动啊 或者某一项职业 它就有什么所谓的职业病 也会有职业的一些特征 这个只是存在着 然后你是否能接受它 我觉得总的来说 从身体或者说从心理上 还是利大于弊 这事儿 远大于弊 比如说你要让我去比较 我有种是 因为喜欢这东西 你就有时候去比较 你就为了寻找这种幸福感 对吧 我就想比那个打网球的 比那打羽毛球 乒乓球的 我好多了 它不是 它两边都用 那个一边胳膊粗 一边胳膊细 对吧 你就去琢磨这些事儿 对 瞎他们琢磨 反正是闲的 你这个挺会 挺会做完美的 对了 你就觉得那已经很不错了 我就觉得 你能拍一听 然后我觉得游泳的人也挺好的 它就四肢全动 对吧 比较协调 然后一比较健美的 可能就觉得那肌肉特别死 就是大块 然后其实力量 也没有那么大力量 就是蛋白粉催的 然后也就是中看不中用 对 你琢磨这 你自己还不错 小小的鄙视链 鄙视链 对 当然你就自己 自己加佐夫自己玩 你也不可能跟人健身的 去讲这些 对吧 这个我好像有类似的感觉 就是我会讲 我做这个工作可能挺好的 对吧 比你做那个工作好很多 对不对 对 因为有些东西是客观存在 比如说 假如说 我现在 我不喜欢牌炎 比如说 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找了一份 比如说地铁工作 或者说酒吧工作 我必须要晚上去熬夜 可是呢 对于我来说 我就很不喜欢熬夜的人 但是假如说 我觉得它确实严重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 然后情绪变得很差 皮肤变得很差 然后各方面都很糟糕 那我觉得确实就 就挺挺悲的一事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然后你就选择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是个人比较幸运 就是说喜欢上了一个 一个就是真正喜欢的事情 虽然不尽完美 就是极其没有天赋 后来有时候也是在想 他没天赋挺好的 他有天赋了 他就像那种职业运动员 他那个伤病还多呢 是吧 你走路了 往好的想法 你这个能力太强了 你这个 你总是得适用吧 你不能老往坏了想 对 往往高兴了想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呗 很享受 其实 我说这个运动员是什么呀 就是他真的有一些特征 让人感觉到极其美好 就是你说的这个很迷人的一面 就这种不服输的那种精神 就是真的像那个说那个 永远青春永远热零快 永远年轻热零快 对对对 有点那感觉 我操 就是 你真的就是在那种拼搏 奋斗的这过程当中 真的就是那种荷尔蒙的那种释放 极度有魅力 你就 经过 比如说 我有一条线路在 就是爬了五六十把 就是始终过不了 当你有一次能过的时候 你真的就觉得 哇 他生命真是他太水灿了 然后 当然这种感觉呢 就是 时而就会光顾你 你知道吧 所以你的那种小快乐 或者说特别强烈的快乐 来的频率很高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 就是人生 假如说有一种极致的人生体验 比如你特别喜欢音乐歌手 然后去现场听了音乐 然后当时就玩嗨了 然后就有点忘了 就感觉自己大了 完全大了 你就感觉磕嘴磕了 那种感觉 就那种东西 他如果像这种迷魂 迷魂记 或者那种新闻记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 假如说 每隔一段时间 就去刺激一下你 你就觉得 哇操 这辈子真不白白 就是对 他总是能够刺激到你 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 一个蛮悠久的一个 就是 不管是现代社会 还是一千年前 两千年前 人类好像都是这样的 有这种心理的 对 但是 就是 很多假如 但是我那会儿 之前是在这个 正常上班的时候 我是没有这种体会 就我就知道 什么的周一到周六 得上班 每天八个小时 就那样 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了好多工作 就是什么销售类的 然后 这个 销售类的居多 我觉得好像是 就是一周得六天 就休一天 那会儿也不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呢 反正到最后就发现 哎 肚子大 就是感觉 就是这个 然后 我觉得 所以说 好多人 就觉得 如果能真的喜欢 让印象自己 喜欢的东西 然后并且能够选择 他一直做 还算 还算不错吧 还算不错 对对对 我是觉得 他们 我想选 我 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是做那个 一个打牌 当讲师的 当玩得中扑克 我觉得现在 我现在也是 想做喜欢的工作 但也是 觉得很难 就首先你 因为写作 其实它是一个 它不是像运动 比如说你短暂 就能获得 获得一些成就 比如说 而且你 通过运动赚钱 其实也不太容易 其实通过写作 赚钱也不太容易 对 赚钱是赚不着 就是说 如果能够 满足你基本需求 就算不错 就挺好的 对 你就不能想太多 对 然后 就像你说 这写作可能 两方面 就是喜欢 跟有天赋 比如说 你就 有时候会羡慕那些 是吧 你说这写作 挺有天赋 人家又赚了钱 对对对 然后又能今天 写什么 是吧 但是你说 你这东西 别人又没有那么认可 所以就觉得 不能满足 自己的最低生活保障 还要做一份 其他的工作 我看别人写的书 我一看 那里面用的 那个修辞 那个手法 我操 这他妈就是天才 我就学不来 从哪都学不来 那种东西 我这个东西 真的牛逼 我操 这人就写的 对 真的牛逼 有些东西 确实是一看 就是这文化 那里面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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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确实不一样 对 对 你是几点 我一会儿 要不然就差不多 对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对 你最后再说点什么 最后想想跟那个 咱们听众说点什么 听众说点什么 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还是就是 尽量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吧 然后乐在其中 别太想未来的事 反正 孟子那句话 是什么 人无远利 必有尽忧 是吧 我是一有远利 必有尽忧 这个有趣 这个非常有趣 就是人不能想远了 假如说我现在在想 我明天能不能去趟西班牙 我他妈得争一年的钱 卧槽 这就有压力了 但是我要想想 我现在能不能 我明天能不能去趟蜜云 我有什么很开心 对 就是不要想太心 太远的东西 对 我觉得反正就是 近在直尺 唾手可得 就是说人是目标驱动型 如果这个目标过于高 然后你要付出过多代价的时候 就会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 都是在给自己定义高目标 并且迷茫在不知道 得到之后 又能得到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想 我他妈的要有三道房 我要有五辆车 你得到了 那你拿它干什么 你是他妈的 为了他妈的 这个换着房子 还是说就是说 你这每天想换着开车 车开 还是到最后你的痛苦 就是他妈的 找不着他妈的停车位 对对对 然后他妈的 没事就得保养 然后到时候该交保险了 对 就是你的烦恼 反而是因为你得到的 有些东西 其实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或者说 没有太多意义的东西 所以你就痛苦 特别好 特别好 今天产生了一个金句 一有远律必有金优 对 我太喜欢这个金句了 对 我觉得很多封建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说法 都是有问题 你看这个什么 父母在不远游 我觉得还得远游 对吧 你不能为父母所谓活着的 你就像你说 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思想 你肯定 而且现代人能接受 就是父母在该远游远游 是吧 该玩玩 对吧 不影响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喜情与色 设想玩具权 非常感谢奔奔同学 这个是我们 幸会 不要聊着来 非常牛逼的一期 OK 大家有机会 我希望下次 我们再选一个别的话题 再跟奔奔同学聊一期 相信奔奔同学 是一个非常有思想 我觉得他肚子里 还有很多东西 我没有挖掘出来 现在瘦了 我再帮你挖掘出来 OK OK 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